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是谁的大鬼子 教官 要不要我们帮他们呀 现在是鬼子那边的城门空虚 我们打几枪 救我成立创 别走 打 快走 怎么办 他们冤军 集中火力 向前方 走 你们几个 跟我追 留火口 追 不要追了 为什么 你别问了 我也不知道枪军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 现在放他们进城 我们走 走 快 快 快 大家走走 快 快进来 这位兄弟 谢谢你出手相救 不用客气 我还得谢谢你们呢 你们及时赶到 反而救了我们 我是安战游击队队长陈彪 以后用得着的地方 只管开口 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咱们赶紧走 兄弟们 走 报告 相知先出去一下吧 坐 是 说 将军 为什么不把他们一挖打尽 也决后悔 我们接到了密报 国军有着放弃庆元的打算 他们今天晚上的行动 是没有经过庆元守军 汤有为的寿命的 这批闪死刑毒的士兵 一旦回去 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的 可是 他们受到惩罚 跟暗杀将军没有关系 你错了 他们的行动已经被限制 如果回去再受了严厉的惩罚 有可能会失去国军的信念 那对这几个人来说 是注注的打击 到那时候 我在家里援手 嘿嘿嘿 有一番我们进城 他是在跟我们打心理战 对于我们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 利用他自民不凡的这种心态 也是他最大的弱点 可是他下一步会怎么想 不管究竟在想什么 他应该不知道 我们已经得到了 樱花驿馆这个线索 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我给你们找一个房子 就在庆边路 那是一个空宅子 到时候 你们可以去那里藏身 是 我现在出去打听一下情况 记住 你们几个 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是 有没有什么情况 刚才把人离开了 没关系 只要他们没有集体出动 你们就不要管 对了 少佐说 不要伤害他们 好 站立长 我们怎么办 就在这 不要太靠近了 唐思雲 劝他的任务 是把他们带回去 好 毛脸脸说的非常有道理 作为镇守一方的日军将领 他应该不会一身犯险 啊 这样 队长 你说说 好像是有提升 这样他才能有恃无恐 这几次的行动 他才会让我们跑掉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咱们这几次顺利进城 没有一个小鬼子追我们 就连最凶险的宴会那晚 都顺利逃脱了 确实有点奇怪啊 不符合常理 韩兵 到 可是 教官不是让我们在这儿等了吗 等不及了 方历长有人 我看看 看来这个究竟 也担心控制不住我们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替身也要行动 罗贵韩兵 把外面两个人解决了 我们去会会酒井 是 队长 这种小事交给我吧 别打扫精神 好 你 等不及了 马上转移 队长 马上撤 韩兵跟我去樱花驿馆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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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报告 进来 将军 那几个军小者杀了我们两个人跑了 抛出城了吗 应该没有 但他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在我这里 我要像猫捉老鼠一样玩他们 将军 如果不除掉他们 将军 始终会有潜在的危险 不要启人忧天 我自有对策 他们现在肯定在寻找您 一旦您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那可 没问题 我是杀不死的将军 回去吧 是 目标 二楼露台 我觉得队长他们可能已经前进银花驿馆了 太好了 最好啊 一枪把酒井干掉 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既不用防备山本他们 又不用防备汤有为的人了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汤司令会派人来安占找我们麻烦 按照他的性格很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防备一下比较好 那要是这样 这个汤司令也太肉厚无脑了 他整天不好好研究怎么跟酒井打仗 就知道背后算计我们 你看看人家共产党游击队 手里虽然就几杆枪 那还敢来安寨跟鬼子打仗呢 这一次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来 我就不信了 子弹还打不穿他 不行 距离在射程之外 有人来了 先撤 怎么还没动静啊 会不会酒井今天没有去银花艺馆 不可能啊 丁将军说了酒井肯定会过去的 不行 要不我去看看 还是别去了 人少啊更方便于他们行动 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们 要是教官和队长 我那么不对付就好了 对啊 他们两个为什么老针尖对卖忙啊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 就是月刚哥看不顺眼丁教官呗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丁教官对我们多严厉啊 天天训我们跟训小鬼子一样 恨不得天天扒层皮 但话说回来啊 要不是丁教官 劝我们这么严厉 我们也不能像现在这么有能耐吧 看他们的身手 应该是唐咬梅派来的国权 而且 他们不是来带我们回去的 而是来要我们的命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撤 你让他竟然对自己人杀黑手 追 是 队长 有埋态 快撤 延闭 撤 队长 失手了吗 我们埋伏在哪儿 距离还不够 唯一能有效射击的地方 有鬼子的枪手 半路上 又冒出一群汤司令的人 汤司令真的派人来安寨了 是啊 刚才要不是山本带人出来 汤司令的人 肯定要来找我们的麻烦 难不成他干鬼子是一伙的 我看不像 要是一伙的话 就不会给我们十天时间来刺杀九警了 他这是 想见我们违抗军令的事实 趁机收拾我们 对了 月刚 刚才你们去驿馆的时候 周围是不是早就有埋伏 汤司令派的黑衣人 被鬼子的枪手干掉了 你这么说 我们岂不是又中了九警的圈套 这个九警表面上都由我们放人 其实他无时无刻都在等着我们送上门呢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被九警发现 又被自己来追 将军 山北军 怎么了 以为我已经成为你枪下鬼了吗 放心 樱花驿馆能有效伏击的 藤原首长 螳螂不禅 黄雀在后啊 他们后边又更凶猛地盯着他呢 目的跟我们一样 要承担这些不懂事的家伙 我已经说过了 他们违抗军令 绝对得不到苍有为的宽恕 山北军 如果你是他们 现在会有什么行动 他们在银华驿馆收阻 他们一定会到 您经常出入的地方 去看茶 找机会下手 除了樱花驿馆 还有庆丰茶馆 山北军 我们明天 一起去喝喝茶 是 丁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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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看看这个 唐司令 让我们取消行动 马上回庆园 我怀疑啊 就是这份报纸 让九警知道了 你们要来安寨准备厮杀他 所以他才有了准备 可是既然 唐司令已经派人阻止我们行动了 为什么还要登报说明呢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他只是故意把你们的行踪 透露给九警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没有留我们之心 看来 我们只能继续抗命了 九警除了樱花驿馆 还会在什么地方活动 他还经常去清红茶楼 丁教官 你先和我去探一探情况 这里是九警喝茶论道的地方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今 好像还没有什么防备 好像是九警的车 我过去看看 黄包车 跟上那辆车 快 走 坐好了 我可以坐这里吗 您请 您慢坐 小伙子 早一早 老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你不是俺宅人 老先生何以见得 算的 你究竟是谁 别动 要杀要把随你们的便 别在这儿磨磨唧唧的 我们并没有要杀你呀 你把我抓住 却不想杀我 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小日本会不杀中国人吗 能打败山本的特种部队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要吸收的人才呀 什么意思 好 为了表示诚意 我送你一份礼物 这是国民政府的报纸 汤有为的启示 择令 岳刚马上取消行动 速速归队 一日之内不归 就要以军阀处置 一日不归 以军阀处置啊 一日之内不归 一日之内是 说 究竟在哪儿 对不起 我知道他们不应该来中国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人 说究竟在哪儿 在 在清风茶楼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你们在义馆埋伏的座位 岳队长 你暂时想不通 我不会逼你 我会给你充分的时间 去考虑这个问题 大人和皇军的门 随时开着给你 别再吃心妄想了 今天既然被你们抓住 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唉 别误会 为了表示诚意 我可以马上放你走 你要放的话 把他的枪拿过来 接箱 送客 就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走了以后没多久 我就回来了 没事就好 我跟大家说 今天晚上 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咱们好好计划一下后面的行动 混蛋 张子恒呢 张连长还没有回来 饭桶 全都是一群饭桶 铁铭 你马上再多派些人去安寨 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多人会押不回一个毛孩子 司令啊 这个时候你把他们押回来 你这不是在救他们吗 嗯 救他们 你想 要是这两天还刺杀不了九警 按规定 就是要军阀处置的 你这个时候把他绑回来 人家会说你再阻止刺杀九警 将来要是狡辩起来 被动的可是咱们呢 嗯 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说嘛 司令 咱们呢 啥也不用管 到时候看他们的好戏了 对 我们就等着好好地看这出戏 见面 待会儿马上下一个通报 就说我们要严厉处置岳刚 他这种卖国行为 好嘞 司令 岳刚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队长 你不是说昨天白天 你没有在酒楼看到九警吗 队长 你不会真的吐喝酒警吗 混蛋 给我下套 唐有为已经公开表示 要严惩你们所有人 看来 我们是掉进酒警社的圈套里了 这个圈套一环抠着一环 我们越挣扎 就被捆得越紧 岳刚 你现在只需要解释清楚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我看样子 你像是自怨的 那天在茶楼 你走后没多久 我就被化了妆的酒警抓到了 没想到 他抓了我又放了我 在还给我枪的时候 他故意挨得跟我很近 还抓起我的手 大到那把枪上 后来 应该是有人在旁边拍了照 整件事情 就是那么简单 玉刚哥 不管怎么样 我都相信你 我也是 可是现在汤有为要处罚我们 教官 汤有为会怎么处罚我们 将玉刚 就地处决 队长 那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叶藤哥 你枪结果了我吗 我只是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教官 我岳刚要是投靠酒警的话 会枪林待遇跟他们折腾吗 你是知道的 我父母就是死在鬼子的手里 我跟他们的仇不共戴天 我为什么要投靠他们 教官 我相信 岳刚是不会叛国的 酒警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想要 岳刚投靠他们 岳刚 教官也是担心你 先把事情问清楚 现在是酒警下了套 而汤司令 想见机下你像杀手 你要是昨天把事情说清楚 小官也不会这么问你 我会找机会 和藤友伟结识 你 好自为之 还有 城门巷都三百米 有一个破旧的房子 那个地方 城墙有一个破洞 鬼子暂时没有发现 你们可以自由进出 队长 我现在就去找汤友伟 队长 唐司令 队长 你想干什么 魏彬 有 唐司令 你到底什么意思 把我们出外了 还想抓我们当祭祀鬼吗 你说什么 是你把我们的行踪告诉了酒警 让我们的刺杀行动失败 现在眼看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 我们一进门 只要士兵抓我们 是想掩盖你通敌的罪行吧 队长 你胡说什么 你敢说我通敌 对 你就是国军的叛徒 混蛋 唐伯父 证据就在这份纸上 你应该比我们清楚 伯父 酒警是看了报纸 才知道我们要提前回来杀他 所以他才安排了狙击手 胡扯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他亲口承认的 他是看了这张报纸 才知道我们又会安寨的 那岳刚为什么要跟酒警握手呢 那是酒警设计的陷阱 陷阱 嗯 我问心无愧 我只希望唐司令不要再给我们设置障碍 阻碍我们刺杀酒警 唐伯父 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了 嗯 是 你们确实只是剩下四天时间了 完成不了的话 就区法处置啊 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哼 很可惜的是 你们现在也不用去完成任务了 前面 马上把他们打散 丢到各单位去 明天一早 跟着郭团长上前线 是 他司令 让我杀了酒警 只要杀了酒警 不管你怎么处置我们 我们都没有意见 你想得到没 走吧 张天明 你别逼我 远哥 你要撒野了 请司令同意 让我们去安宅杀了酒警 嗯 不行 你们要反了 是不是 不知道 把钱放下 再不放下 司令脑袋不保 反兵 我们走 你们要反了 司令 司令 你 不知道 走 司令 您没事吧 走 走 司令 您没事吧 走 走 司令 您没事吧 走 走开 约刚 你给我等着 天明 马上派人去安寨 只要看到他们 隔杀无论 是 看他们还能嚣张多久 走 唐司令一直对我们怀恨在心 他派我们自杀酒警 其实就是个陷阱 张长官拿走了武器 唐司令被上级处罚 我们几个才会被派到庆园前线来的 对啊 唐司令在报纸上泄露了我们的行踪 就只想让我们去送死 这两天 我们要是还没有把酒井杀死 就真的要回去了 至于军阀怎么处置我们 只能看上面的意思了 来人啊 隐蔽 隐蔽 你不打他们 他不打我们了 快 走 谈兵 罗慧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留在这里 等我收拾了上百再来接你 不 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了 扶苏命令 我担心张连长会遇到麻烦 他一个人是应付不了山本的 我去接应他 你说什么呢 他是来杀你的 你还要去支援他们 他们杀我是因为误会 但是毕竟是自己人 你跟罗慧留在这里 李慧 你跟韩兵跟我来 是 住院去 韩兵 丁教官 你们去哪儿 去救张连长 走路就跑 撑 快快快 快 大家准备 随时救人 明白 是 是 清水 我要留个火口 让他回去报个稀 呜 立更哥 这小鬼子怎么走了 离开这儿 好 教官 现在咱们地下室 也回不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连勒 你那个汤伯父啊 可真够毒的 对着拉梦的驴动刀子 丁教官 张领长怎么样了 已经安全了 队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地下室恐怕是回不去了 山本他们一定在那儿等着 是 是不能回来 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是这安寨城 没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啊 别动 干什么的 请问哪位是月刚 韩兵 我就是月刚 找我有什么事 太好了 你们知道一个叫陈彪的人吗 是他让我过来找你们 陈彪是谁 共产党游击队 朋友 辛苦你啊 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几十语啊 我们跟共产党之间 井水不犯河水 我堂堂国军 不需要共产党的帮助 只要能打鬼子 不分国军还是共军 哎呀 共产党太有人情味了 这个缩头乌龟汤有为 就知道转着圈解决我们 看看人家共产党游击队 冒着风险来救我们 队长 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要是等山本他们过来的话 可就逃不了了 一会说得对 同志 麻烦你带路 好 这边走 岳哥 我希望 你以后对共产党人 要放尊重点 不要再说什么 堂堂国军 不需要共产党帮忙之类的话了 我就说了怎么了 不但今天说 以后还会说 丁教官 请你以后少动不动 就要他们来帮我们 我们不需要 岳哥 什么不需要 告诉我 上次为了救王雷雷 安占游击队的东都被打成了筛子 他不到十六岁 陈队长 你们这儿环境不错呀 来 殿教官 岳队长 欢迎你们来到这儿 目前这里非常地安全 小鬼子暂时找不到这儿 你们尽管在这里 安静地静养吧 谢谢你 陈队长 丁教官 有人在老地方等你 好 等等 岳队长 希望你们考虑一下 加入我们的队伍 都是打小鬼子吗 在哪儿不都是一样的打 陈队长 国共两党 就不是同一条道上的车 我是不可能跟着共产党的 好 辛苦了 不辛苦 坐 老师啊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我总觉得他们不能总在哪儿 万一让九尽他们发现了 会非常地危险 我想让他们稍稍地休整一下 就赶紧撤离 岳刚和唐有为 彻底闹翻了 应该是这样吧 唐有为还派了几个人 想要暗杀他们 要告诉他们 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再给你透露一个消息 究竟喜欢的日本异技 香芝每天下午 到推案院去做按摩 能不能在香芝的身上 做文章呢 好主意啊 我们的人已经打入到了推案院 到时候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我们这边会让王磊磊 去推案院和香芝接触 对了 你们的等职 就让陈彪和他担心了一些吧 你们两个兄弟 什么时候和好啊 这个有难度啊 都怪我 当年太冲动 刺杀了满铁公司的总裁 连累全家人的小鬼子 改名唤醒那么多年 也难怪 岳刚对我积怨太深了 慢慢来吧 向芝小姐是一位很特别的客人 待会儿事后的时候不要剁嘴 师父 我可不可以给她按摩呀 不行 向芝小姐不喜欢陌生人们的按摩 知道了 师父 今天怎么换了一个人 以前没见过 哦 这是我刚过来的 原来那个老家有事情 回老家去了 我说 你们都不担心雷雷的吗 刺杀酒井的事情 交给一个刚回来的亲戚 队长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现在这个时候 谁的心都在嗓子呀 越是这样 我们又要保持冷静 等着雷雷把消息带给我来 就是 我们要相信雷雷 这事只剩下四天了 万一雷雷的消息都没有价值 或者是雷雷被发现 怎么 我不能等 要主动出击 对 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帮王雷雷放一个烟幕弹 引开小鬼子的注意力 掩护王雷雷 放烟雷雷 咋放啊 我们做一次刺杀酒井的假象 引开山本的注意力 保护王雷雷 去樱花义馆 继续埋伏 对不起 相知小姐 是不是我手太重了 不怪你 就这么 相知小姐 上点药吧 师父 相知小姐怎么了 不是嘱咐过你了 不要多嘴 我只是 关心一下相知小姐 沙总 那几个人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他们是不是 打了别的什么主意 是啊 将军要学中国的江太公 但是我们不能雕一清醒 一定要严加放分 受错 滕远军 如果你跟你的对手对决 你怎么确定 他具体的位置 那要跟对手试试 再一个 他用的是什么枪 他跟你一样 判断对手的位置 能从他开枪时的声音判断 队长 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吧 上次我们失败 他们肯定见备得更加森严 这是羊肉虎口 我就是要虎口拔牙 队长 这样能行吗 韩冰 如果你是狙击手 为了保护樱花驿馆的酒井 你会在哪里设服 只有那个地方 鬼子埋伏那点 好 既然知道他藏身的大智方向 我就有办法引射出洞 要给藤原 留一秒钟的时间 我会有意暴露给他 给他一秒的时间 这样 他就会向我开枪 而他潜伏的位置 也就暴露了 队长 可是 我会自己注意安全的 降致小姐 清水军 走吧 降致小姐 将军不是说过 别人的东西 你是不能拿的 师父是我的朋友 而且 这些都是女人用品 有问题吗 那也不行 你需要什么 我可以替你买 走 撤 走 分开 为什么不走 是 樱花医馆的防护 看起来挺松的 实际上却是密不透风 上面有枪手 下面还有假扮的车夫 那 咱们还继续骚扰吗 当然 山本君 外面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请将军放心 按照您的意思都安排好了 那你回去休息吧 可是将军 这样您会有危险的 不用担心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他们想什么 我都了如指掌 将军 您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想尽快地干掉我 回去好邀功啊 不过 我会让他们失望的 哈哈哈哈 相军 属下 有一事 至今不明 说 上次 您喝了毒酒 安然无恙 可毒死了马太太 难道 您真的血污都不浅吗 山本君 你忘了 我是魔术师出身的 哈哈哈哈 酒井将军 酒井阁下 我能敬您一杯酒吗 哈哈哈哈 好 马太太 为了今天来的贵宾 哈哈哈哈 我们 大家一起鼓鼓掌 好 好 好 天津阁下 为了您的英明 那我先干了 好 好 哈哈 那天 所有人 都注意在 马高老婆身上 我就把那杯酒 掉了包 哈哈哈哈 将军 难道您事前知道 那个马太太 会来敬酒吗 那还不容易 一盘酒上来 那么大的场面 一定有人来敬酒 哪拉关系嘛 所以 我把酒 倒给第一个上来敬酒的人 他是帮我仕途的 真军高明 天皇 能有将军阁下这样神奇妙算的人 我大日本帝国 你将所向披靡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酒宴 本来就是我给他们设的局 原来是这样 如果没猜错 他们现在已经出动了 将军 我马上派平消灭他们 不用麻烦 外面有清水 藤原已经够了 好 沈总 发现科医情况没有 没有 那边有人 你留下保护将军 我去看看 是 那会不会是队长 应该不是 那会不会是 雷雷暴露了 不管是谁 注意警戒 是 太军 太军 我是马高 怎么对我开枪 你这个蠢货 要没有你 我早就追上他了 跟我追 是 是 对啊 晚霞中的红蜻蜓 请你告诉我 童年时 但遇到你 那是哪一个 晚霞中的红蜻蜓 我会有意暴露给他 给他一秒的时间 这样 他就会向我开枪 好 怎么还不行了 别说话 十五岁的小姐姐 十五岁的小姐姐 一 contain 是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第二队 回去掩护 上 兵刚哥 队长 刚才没受伤吧 没事 收队 走 雷雷 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回来了 咋样 我们想去消灭酒井那个枪手 结果就失败了 他的身手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 你呢 发现什么没有 相知这个人嘴很严 而且不愿意跟陌生人交流 雷雷 那一定点线索你都没找到吗 也不是 我发现相知这个人特别暧昧 而且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水味道 香水味道 嗯 雷雷 你可以送他香水 然后趁机接见他 我觉得很难 我以推拿院的名义送给他一些礼物 但是被清水劫住了 不但礼物没有送成 还差一点被清水识破 酒井的女人 连个礼物都不敢受 什么不死枪军 我看都是假的 她其实啊 比谁都怕死 教官 丁教官 教官 怎么样了 现在日本的熊龙队在外面到处抓人 原来 在烟花驿馆的人是你啊 是我 本来我想去烟花驿馆 试探一下他们的保卫情况 可是没想到 他们的戒备特别的森严 自从马高到老宋玉侠 在宴会上被毒死之后 他就已经盯上了你们 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他 从现在开始 尽量减少外出 嗯 进来 来 山王板找我有什么事啊 将军 刚才在外面发现了他们 还有那个军校的教官 您一定要小心 对他们要那么行事重重吧 那岂不让同人吃下我酒井正三吧 可是将军 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不会轻易就能打到您所说的心理崩溃 他们现在不会 那我就再给他们鼓一把劲 鼓一把劲 下一步 我要借造杀人了 将军 属下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山门君 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不是 你其人知道 完治其人之身 现在你可以利用马高了 是 你给我涂抹的是什么 就是原来的那份玫瑰精油 不对 不是原来那个 香芝小姐 是我换了你的精油 你 谁让你随便弄香芝小姐精油的 师父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香芝小姐好 为我好 是这样的香芝小姐 我看每次给你按摩的时候 你的表情都很痛苦 所以我就在想 它肯定是跟您身上的伤有关 我就在精油里面加了一些瘀伤药 跟三七粉等之类的药材进去 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 香芝小姐的东西 任何人都不能动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你 别怪他 抬起头 看着我 你会种草药 家父是一名医生 所以小女从小就跟她学过一些皮毛 没想到 你这么清秀的小姑娘 还会中医 谢谢你的药 刚才 师父给我按摩的时候 已经不那么疼了 香芝小姐 我想知道 您身上的伤是怎么形成的 累累 不该问的不要问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对不起 是这样的 我只有知道小姐身上的伤 是怎么形成的 才可以对症下药 只有知道了详情 才可以更加的减轻香芝小姐身上的伤 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 这些 都是将军留下的 将军留下的 将军为了大日本帝国荣誉而战 我作为一个女人 不能亲临战场 也要为她做点牺牲 香芝小姐 是这样 我略通经络 如果您同意 我可以给您通了经络 这样可以更加的减轻您的伤痛 好 好啊 你们不用怕我 我从没伤害过中国人 每次他们杀那么多中国人 我的心都在发抖 看来香芝小姐 你是不情愿来到中国的 你和那些日本军人是不一样的 我来到这里很孤独 在这里 我没有朋友 唯一的朋友 来到这个不应该来的地方 也在战场上 被杀死了 我的爷爷奶奶也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对不起 马哥 今天跟我玩的是什么呀 你一个人来的吧 你不是让我一个人来的吗 赶紧的 要不被人发现我跟你在一起 我当时也不会放过我 你抄什么节目 我知道叶刚哥 你不是让我一个人来的吗